共軍農部戰區宣稱 是將持續在臺周邊的實彈 軍演 也讓臺海局勢升溫 而臺北市長柯文哲 是以灰犀牛領印來抨擊蔡政府 中兩岸的關係變壞 並非是一天兩天的 但當初都沒有任何的動作 也不來往 所以現在只能危機處理 而至於新北市長侯友宜 是喊話 大家要團結 來好好面對 共軍在臺灣周邊軍演 進入第四天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七號宣稱 東部戰區按計畫 繼續在臺灣周邊海空域 進行實彰化聯合演訓 臺海關係緊張 引發各方關注 双美市長七號 也被問到共軍的軍演 對臺灣的影響與因應 今天這個問題 是今天才出現的 好幾年前就知道會出問題了 你當時都不做任何動作 也不來往 現在糟糕了 現在怎麼辦 好問題 不過現在只能做危機處理 臺北市長柯文哲舉 灰犀效應批評蔡政府 兩岸關係變壞 不是一天兩天 當初不做任何動作 也不來往 現在只能危機處理 談到中共延長軍演 軍事專家表示 中國正對臺灣祭出神經戰 他擔憂從演習轉為實戰 軍事專家指出 共軍延長在臺灣周邊的軍演 中國除了證明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外 由於中共自身有百分之六十的能源走海上貿易線 途中會行進臺海南海到歐洲非洲 此舉將導致供應鏈安全受威脅 對中國長期而言得不償失 記者綜合報導